嗯,一句祝福嘛 嗯 祝大家 天天開心 發大財 對,祝大家發大財 祝大家運動開心 對,天天開心 然後呢,福利呢 就是 在準備,你們在準備的 福利已經在準備當中了 剛才小凱跟我們送了福利 我覺得說,這句話雖然看似非常的簡單 天天開心,要享受運動 但是是真真切切 發自內心的,希望每一個 你看,舉著相機的,來看小凱的 每一個可愛的朋友們,還有你看 那個窗戶外面還有這麼這麼多 剛才一直在為你尖叫的朋友們 都是希望大家 天天開心 能夠去享受陽光 然後把陽光 穿在身上,好嗎? 好 發大財 對,祝大家發大財 對 祝大家運動開心 對,天天天心 然後呢 福利呢,就是 在準備,已經在準備的 福利已經在準備當中了 對對對 福利已經在準備當中了 你們真的沒有反應 沒有尖叫的嗎? 福利 所以,小凱我可以問一下 這個福利大概什麼時候大家能夠見到嗎? 明天 明天 現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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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了是不是 我跟你說,做人哪 我們要留一些好的在後面 今天利息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巨額福利我們敬請期待 好不好 好,剛才小凱跟我們送了福利 我覺得二十歲可能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現在階段 嗯 那我覺得可能自己 希望能夠是一個 呃 就是比現在 就是稍微成熟一點 就是不光是在 呃 唱歌或者是在演戲的方面 都會 有更多的進步 嗯 然後呢 嗯 就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去精進自己 然後呢 有更多的時間去 豐富自己 嗯 有更多的時間去精進自己 有更多的時間去豐富自己 我覺得這個對自己的要求就是 以後要變得越來越好 要把更好的自己 帶給每一個喜歡你的人 有一句話叫做 從1999陪你到永久 對不對各位 會 相信在未來的每一天 我們都會陪著小凱一起走下去 對不對 會 謝謝 那說到運動了 我們這裡也準備了幾個小問題 想要跟你來分享一下 生活當中 你對於運動的熱愛和態度